欢迎收看2018年4月9日星期一 美国国家电视台的全球新闻 我是黄荣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连日来总统川普不断就移民问题指责墨西哥 并称将派驻军队守卫边境 但是尽管由川普打击非法移民的决心 和近6米高的围墙 依然没有能够阻挡非法移民的脚步 近日一名墨西哥男子在同伴的帮助之下 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翻过了边境墙 并顺利进入了美国境内 本月6日 在位于墨西哥边境华雷斯城 与美国新墨西哥州交界的一处边境站栏 三名墨西哥男子以人梯方式 协助一名男子翻越站栏进入美国 在这个人成功地翻越了边境墙后 为了避免被美国边境保护局的人发现 其迅速向远处跑去 并最终消失在了美国一侧的沙漠里 这次翻墙行动 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而边境墙有将近6米高 其中一名协助该男子翻墙的墨西哥人告诉记者 那个人翻不过去 所以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他曾经看到有的人不到一分钟就翻过去了 总统川普在竞选时一直声称 要在美墨边境建一道可靠的边境隔离墙 而事实上 两国边境很多地方本来就有围墙 这段围墙就是在去年年初建好的 川普成为总统后 也一直在积极推进边境墙的建设 并陆续提出过各式各样的隔离墙建设方案 从包含有透视组件便于边境巡逻队了解墨西哥一侧的情况 到配备滑洞门允许车辆和行人合法通过 不一而足 今年3月 川普还亲自到加州圣地亚哥的两国边境处查看隔离墙样板 而就在上周 川普还指责墨西哥在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没有作为 并命令2000到4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到美墨边境保护边境安全 随后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7日便宣布 一共派遣4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驻守在边境地区 德克萨斯州表示 将于72小时内派出250人赶赴边境 并且已经部署了两架拉科塔直升机 而亚利桑那州则表示 将于本周向边境派出150人 川普的决定引发墨西哥的强烈不满 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尼托发表电视讲话 以强硬措辞警告川普不要把墨西哥当成政治工具 而参加今年7月的墨西哥总统大选的几名候选人 也立场一致地批评川普 并称赞了现任总统尼托的表态 上周六位于纽约的川普公司总部所在地 川普大厦发生火灾 消防人员对火经进行了处置之后 火事没有蔓延到更大的范围 但该起火灾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目前火灾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火灾发生于当地时间7日晚5点15分左右 当时川普大厦第50层发生火情 接到报警后 多辆消防车及将近200名消防员赶到现场进行铺救 在救火过程中有6名消防员受伤 从现场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发生火灾的楼层浓烟滚滚 还有燃烧造成的残骸从上空坠落到大街上 火灾最终造成一名67岁男子死亡 后经证实死者为当地一名叫做托德·布拉斯纳的艺术品经销商 他在被救援人员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纽约市消防局局长丹尼尔·尼格罗说 起火点是川普大厦第50层的一间大型公寓套房 消防员大约于下午5点30分开始进行铺救工作 整个公寓套房当时已经被火焰吞噬 尼格罗说 消防员们冲入火场后迅速扑灭火情 并发现一名住户 他还说 消防员们的灭火工作十分艰难 因为火情发生在第50层 还是一间面积很大的房间 尼格罗称 消防员们还检查了川普总统在大厦内的住所 该住所没有被火情殃及 浓烟扩散至川普大厦的很大一片区域 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浓烟 渗入到有三层牢高的川普专用顶层高级套房 尼格罗表示 火灾发生时 总统一家并没有人在大厦内 有媒体称 在搬至白宫前 川普大厦是川普总统的主要住所 川普和家人在川普大厦里有一间大套房 总统川普随后在推特发文 对参与铺救工作的消防人员大加赞赏 他说川普大厦的火已经被扑灭 消防员们表现出色 而就在今年1月 川普大厦也曾发生过一次火灾 那次火灾造成了三人受伤 新泽西投资银行家史蒂芬起诉强生公司 称因为使用该公司的爽身粉 让他患上了癌症 而强生公司的部分爽身粉 被查出含有石棉纤维 近日法庭作出判决 裁定史蒂芬胜诉 他将获赔3000万美元 而妻子肯德拉也能获赔700万美元 获得巨额赔偿的史蒂芬 今年46岁 在2016年被查出换上了健皮瘤 他认为这是因为强生公司的爽身粉导致的 而他使用该公司生产的爽身粉产品 超过30年 于是史蒂芬夫妇将强生公司 和一个代理商告上法庭 他们称强生公司明知产品中含有可以致癌的石棉纤维 但没有向公众发出警告 据悉 此次诉讼37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强生公司将承担70% 华石供应商承担30% 而法院下周二将会继续审理此案 以决定是否追加惩罚性赔偿 强生公司对法庭判决表示失望 称该公司早已检测过旗下产品 并强调产品不含有石棉 而华石供应商则打算对判决结果进行上诉 在美国 有数以千计的诉讼声称强生公司 和其他公司的爽身粉产品会致癌 其中一个案件将于今年5月在南加州开庭 在2017年 加州一名女性因患有卵巢癌 将强生公司告上法庭 她称自11岁起开始使用强生婴儿爽身粉 多年之后被查出癌症 洛杉矶法院裁定 强生没有警告使用爽身粉的致癌风险 需向原告赔偿4.17亿美元 这起案件也是同类案件中赔偿金额最高的 据悉 爽身粉是用滑石制成的 而有研究表明 滑石在开采过程中存在与石棉交叉污染的风险 据了解 石棉纤维是一种非常细小 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纤维 当这些细小的纤维释放以后 可长时间浮游于空气中 并被吸入人体内 被吸入的石棉纤维可多年积聚在人体内 附着并沉积在肺部 造成肺部疾病 暴露于石棉纤维中 可引发肺癌、健脾癌、胸膜或抚膜癌 石棉沉着病等疾病 美国癌症协会则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 华石制品是否会增加人类患癌症的风险 而美国国家独理学计划项目 也没有证据证明 华石是一种可能的致癌物 关心一下国际方面的局势 叙利亚内战持续不停 上周末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对东谷塔区 反抗军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 杜马镇进行新一波轰炸 并再度使用化学毒气攻击 造成至少80人死亡 其中有不少幼童 叙利亚政府军是在与反叛军 在谈判破裂后 为迫使反抗军撤退 于7日再度发动对东吉塔区展开致命闪电突击 但在东谷塔区的最大城镇 却同时传出遭到毒气攻击 当地医疗人员救援人员表示 杜马镇上方出现毒气向下飘进阵里 造成至少80人丧命 医疗救援组织 叙利亚美国医学会和民房单位联合发表声明说 其中40人是窒息而死 医护人员表示 毒气弹被投放在防空洞附近 毒气在避难设施内迅速扩散 叙利亚志工民房救援组织 于推特上张贴一张杜马镇的照片 显示多名儿童横躺在地 动也不动 口吐白沫 另有影片也显示 许多人横躺在屋内和水泥走廊上 被送进诊所的伤者双眼灼伤且呼吸困难 医疗人员不断为表情痛苦的儿童清洗双眼 或为他们戴上氧气罩 周一一早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 川普强烈谴责了此次叙利亚采用化学武器袭击当地平民 并指出这是一种残暴的令人发指的行为 并表示在未来48小时之内 美国要做出行动决定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早些时候曾表示 美国不排除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马蒂斯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正在与北约和卡塔尔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合作 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在叙利亚一丝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之后 全球各方也共同呼吁和平解决 上周日 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举行弥撒 教皇方级各与世界其他领导人一样 谴责了此次事件 并表示对手无寸铁的民众 使用化学武器袭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 叙利亚一直否认在2011年开始的冲突当中 使用化学武器 包括上周六在大马市隔郊区 反政府武装据点发生的最新一起袭击 加拿大萨斯卡车温省上周五发生一起致命车祸 一辆载有当地一支冰球青年队队员的巴士与一辆货车相撞 造成车上15人死亡 另外14人受伤 当中3人生命垂危 这起事故是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体育界最严重的事故 当时出事的巴士上有29人 全部为红宝野马冰球队青年队的球员及工作人员 他们的年龄都在16岁至21岁之间 当时该队正要去参加一场比赛 当地时间6日下午5点左右 该巴士在经过加拿大萨斯卡车温省提斯戴尔北部的35号高速公路时 与一辆大货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相撞 两辆车均侧翻在路边并浑水严重 巴士有部分车身被掀开 现场相当惨烈 当地警方在一份生命当中说 当时有29人在巴士上 包括司机在内共14人丧生 另外15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3人情况危急 警方此前曾称有28人在巴士上 死者中包括球队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以及球队队长和主教练 事故发生之后 该队青年队成员的家人都十分焦急和担心 一起前往事故现场了解情况 另有上百名该队教练 职员和部分成员的家人 聚集在当地一家教堂等待进一步消息 红宝野马队总裁称 整个球队及其家人都对此事故十分震惊 球队正在努力去处理这个难以置信的事故 原定与该队比赛的尼帕文老英兵球队的主席 则形容此次事故非常可怕和恶劣 并称该队的教练和职员已经准备好提供必要的帮助 事故发生之后 原定的比赛已经被取消 当地警方表示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并且有三架直升机协助救援 他们已经为球员家属设立了一个信息和支持中心 为家属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帮助 目前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得到事故消息之后 在推特上表示 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父母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悲痛 我的心和所有受这场可怕悲剧影响的人在一起 美国总统川普也在事发后 向事故当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并就这起事故与杜鲁多通了电话 上周六下午 德国明斯特市中心繁华的老城区 发生一起小货车冲撞人群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三十人受伤 事故发生之后 小货车司机开枪自杀身亡 该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 4月7日下午4点40分左右 明斯特市所在的北威州警署通过推特表示 明斯特市中心发生的车辆冲撞人群事件 警方正在赶往事发现场 并要求当地居民绕行 目前事件背景还不清楚 警方会随时发布最新消息 当地媒体援引在事发现场的警察 以及在场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报道说 一辆小型货车在明斯特老城区的一家老子号餐馆前 冲向在街边围坐喝饮料晒太阳的顾客 而事发当天仍是德国多个联邦州的学生复活节假期 也是德国今年入春以来第一个温度超过20度的阳光明媚的好天气 当天在明斯特市中心休闲购物的居民和游客非常多 明斯特警方在下午5点左右证实 此次冲撞造成4人死亡 约30人受伤 4名死者中包括冲撞车辆驾驶人 此人在事发后开枪自杀 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向这一事件当中的受害人及家属表达了哀悼和慰问 并向警方以及急救人员的工作表示感谢 德国内政部昨日表示 有确凿证据表明 这次货车撞人事件是孤立事件 无恐怖主义痕迹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货车司机撞人的动机 目前调查也仍在进行当中 当地警方称在肇事货车上找到一件可疑物品 并立即搜查了肇事者的住宅 但没有说明可疑物品是否是爆炸物 警方在搜查肇事者的多个住宅时 找到了一封以前的信 上面有内容涉及到心理问题 警方认为此人有自杀意愿 并将此次事件定性为自杀行为 有调查结果表明 肇事司机是一位48岁的德国人 没有移民背景 其有明显的精神不正常迹象 事发10天前 他曾通过邮件告诉邻居和熟人 他计划自杀 邻居随即通知了警方 警方前往其在三个城市的三个住所寻找他 但当时都没有找到 来看一看加州方面的新闻 生老病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规律 美国中华民族文化中心 针对老年人特别举办 生命末期安宁疗户讲座 美国中华少数民族文化中心在阿尔蒙地市举办生命末期安宁疗户讲座 邀请美华雌星光块联盟专业人士蓝祖林女士担任主讲 与老林一族共同探讨生命末期如何安宁疗户的话题 讨讨讨各项维持生命的治疗 了解什么是安宁与缓和医护 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最有尊严的离开 并应用大量的实力鼓励年长者正向面对生死问题 蓝祖林表示 年长者在生命的末期大多面临开刀 插管癌症病人是否需要化疗 糖尿病截肢等医护问题 他鼓励年长者要为自己发声 做好事前医疗计划 选择没有疼痛 有尊严的走完人生的终点 美华雌星光块联盟成立2005年 联盟帮助华人讨论 及完成事前医疗计划 协助了解缓和疗户及疼痛控制 提供喘息和安宁疗户志工的培训 英文资料翻译成中文 制作安心卡 了解在生命受到威胁时的需求和意愿 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为盛古东区弱势家庭子弟 募集高中毕业舞会礼服的活动 在工业市展开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华兴保险 共捐赠近千套礼服 让我们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 洛杉警局工业市分局青少年活动联盟 与华兴保险联合举办第二届为盛古东区弱势家庭子弟捐赠高中毕业舞会礼服的活动 供募集到近千套礼服 供他们穿戴 联盟主席 原拉蒙地市市长科里纳金斯 洛杉警局工业市分局局长 村上 华兴保险董事长张国兴 总裁张洛轩等人 都在现场提供服务 张洛轩表示毕业舞会对高中生来说非常重要 这次捐赠的礼服领带裙子和鞋子多数来自华裔家庭 可以让弱势家庭的学生圆一个梦 帮学生们累积这些漂亮的裙子 这些晚礼服 还有西装 还有捐给这些我们社区里面的需要的学生 那我们其实也发现说 我们社区里面有很多学生可能比较贫穷 家里的经济情况 没有办法提供这些漂亮的裙子 给他们参加毕业舞会 张国兴也表示 若是家庭的子弟 由于家境贫寒 不能穿着漂亮的礼服出席毕业典礼 每年举办这样的募捐活动 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因为那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家庭的环境 让他实在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的钱 去准备一身漂亮的衣服 年轻的男孩子也没有办法准备一套西装 那可是呢 这他们这一辈子的一次的这个机会毕业舞会 很可能因为经济的关系 那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梦想 我相信我们这个活动也增进了足一的融洽 让我们的这边的这个铁道北边的朋友 跟铁道南边的朋友 因为这样子活动能够互相交流了 张无新还表示 这批礼服都经过干洗整理 有的礼服甚至还贴着标签没有穿过 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带您来关心一下加拿大其他方面的新闻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有八成希望在五月达成协议 新闻观察 博鳌时间世界期待中国声音 李克强举行仪式 欢迎蒙古国总理访华 已经历时八个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重谈 日前在美国华盛顿 举行了加美墨三国高级别会议 美国和墨西哥都表明 希望此次会议能够达成原则性的协议 本国外交部长方惠兰对此次会议也持乐观态度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重谈 原本定于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八轮谈判 后来改为举行加美墨三国高级别会议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到达华盛顿 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以及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 预计三国领导人会在本月13号至14号 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美洲峰会上 宣布协议进展 美国和墨西哥都表明 希望尽快达成原则性协议 而本国外长方惠兰对于此次会谈也持乐观态度 尽管此次会谈有望达成原则性协议 但汽车制造原产地日落条款 以及贸易纠纷调解机制等问题 仍是NAFTA重谈的主要障碍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来自墨西哥的 非法移民问题的言论争议不断升级 特朗普发推文批评墨西哥把NAFTA当成摇钱树 认为墨西哥没有阻止非法移民 有分析认为 美国有两个恒大的潜在动机 想要迅速结束NAFTA重谈 一是7月1号举行的墨西哥大选 以及美国11月中期选举 二是美国与中国贸易的争执不断 墨西哥经济部长今天表示 在5月份的第一周NAFTA达成新协议的可能性达到百分之八十 但本周还不具备达成协议的条件 他说为了使美国国会的议员有时间讨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方谈判人员面临着在5月第一周达成新协议的压力 墨西哥经济部长补充说 技术小组正在研究有关汽车原产地规则等事宜 我们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博奥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如期开幕 在四天当中围绕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这一主题 来自全球政界 商界 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代表 将会碰撞观点 政商界人士表示 中国发展为世界带来机遇 伊拉克经济学家阿特瓦尼表示 博奥亚洲论坛是亚洲经济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看好中国引领下亚洲经济的持续腾飞 H dream. So one day one road the concept is actually a very I mean interesting and very powerful concept to Sri Lanka. Sri Lanka also looking for new opportunities, new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new actually simply 我们想建设很多工作 中国一直在给予其他国家的机会 我认为 接下来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博鳌时间 世界期待中国声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这是他八年来第四次博鳌之行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此前表示 本次年会开幕式 习近平主席将发表重要主旨演讲 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 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如何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 深化改革再出发等问题 做出最权威的阐释 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重要举措 将在年会期间宣布 专家分析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同时也是中国贯彻党的 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向全球宣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都十分关注中国领导人 在本次年会上的演讲 世界将从中探寻中国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具体举措及全球影响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2015年年会上 习近平首次提出并深刻阐释了推动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 此次年会上 习近平主席将就进一步推动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 鲜明发出中国声音 阐明中国立场 专家指出 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不断丰富其内涵 经由博鳌亚洲论坛传递给全世界 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响应 当今世界都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 人类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 超越意识形态 超越宗教 超越民族的一种价值理念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理念正好实验了这么一个变化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是今年中国四大主场外交的开篇之作 站在历史新起点 通过习近平主席亲自参与和引领 博鳌亚洲论坛不断升级 搭建起合作共赢的平台 吸引着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到来 专家认为 外国领导人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可以一举两得 第一个得是能够第一时间 零距离直接掌握来自中国最高层 发布的重要政策信号 第二个得是有便利机会 就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走向中国的重要渠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月9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蒙古国总理对华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9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蒙古国总理呼日乐苏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 郑建邦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猛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克强陪同呼日乐苏赫 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 李克强同呼日乐苏赫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中盟互为重要邻国 是好邻居好伙伴 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 中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赞赏蒙古国政府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蒙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 不断巩固政治互信 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保持高层交往势头 加强政府议会政党等交流 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 使中盟关系的发展 不仅有利于两国 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李克强指出 中盟都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任 中方愿同蒙方发挥经济互补与地理毗邻优势 加强中方一带一路和蒙方发展之路对接 尽快启动自贸协定联合可言 加强产能投资 农产品加工矿能过境运输等合作 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污染治理等 民生项目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 李克强强调 明年中盟将迎来建交70周年 中方愿同蒙方加强人文交流 便利人员往来 夯实中盟友好的民心基础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呼日勒苏赫表示 同中国发展牧林友好关系 是蒙古国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台湾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涉藏涉台都是中国内部事务 这一政策不会改变 蒙方愿同中方加强政治互信 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盟战略伙伴关系提制升级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中盟经贸 人文经济技术等领域 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王毅和立峰等参加有关活动 现在除了31点舞台的收看方式 您还可以通过登录YouTube网站 搜索USNational TV 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荣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